大家好,我是印尼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特别好吃的绿豆饼 首先准备400克的绿豆 加水清洗干净 浸泡一碗 泡好的绿豆体积明显变大 连水倒入电饭锅中 按煮饭键煮熟 煮熟以后捞出 放入大碗中 加入150克白糖 用勺子按压成绿豆泥 再倒入一个平底部粘锅中 开小火 慢慢的把绿豆里面的水分炒干 直到绿豆可以爆成团即可 放入一个大碗中 自然放凉 接下来和面 准备2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20克玉米油 搅拌均匀 用100克的常温水来和面 搅到没有干面粉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团以后移到面板上 像洗衣服一样的揉搓 将面团揉透揉光滑 最后是一个偏软的面团 盖上保鲜袋 密封饧面30分钟 接下来制作油酥面 同样准备200克普通面粉 加入90克玉米油 搅拌均匀 搅到没有干面粉时 移到面板上 用手掌像这样的推搓细腻 这一步也叫搓酥 搓得越细腻越好 搓好以后将它整理成团 同样盖上保鲜膜 密封饧面30分钟 30分钟以后 绿豆已经放凉了 我们用勺子挖一块 放入手中捏成一个团即可 在面板上撒上一点面粉防粘 取出饧好的面团 千万不要揉面 将面团按压平整 放入油酥面 将油酥面团包裹起来 像包包子一样 包好以后把多余的头给它按扁 上面再撒一层薄薄的面粉 先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从中间向两边开始擀 擀的时候要轻轻的擀 以防把油酥擀破 擀好以后像视频中这样折叠起来 折成三折 再用擀面杖从中间开始向两边擀 擀成一个长方形 擀好以后再次像视频中这样折叠 折成三折 每折一次都要用手按压出里面的空气 最后我们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即可 擀好以后从底部开始卷起 尽量卷得紧实一些 卷好以后再搓一搓 分成同样大小均匀的面积 面积的大小呢你可以随意 取一块面积先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薄 擀好以后放上绿豆馅包起来 虎口转动轻轻向上收拢 拔口拧合盐式 上面多余的面头呢可以给它揪掉 这样可以使其薄厚均匀 再用手按压成一个小饼即可 做好以后放入烤盘里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这次我们只开下火 下火180度烤10分钟 10分钟以后给它翻面 再放回到烤箱里 150度烤10分钟 这样我们的绿豆饼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呢 将它放到烤架上彻底的晾凉 家里没有烤箱的话 可以用平底锅或者是电饼撑 小火烙5分钟左右 味道吃起来也是特别的好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空气扎锅来烤制 炎热的夏天呢 我们要多吃一些绿豆 绿豆呢可以清热去火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是一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